看一下那個2-3 這個是新增頁面 新增的話類似像這樣 如果今天點擊新增 新增會員 那因為他沒有帶任何東西 所以我要把這個畫面叫出來 這個表單叫出來 那如果說他是有帶資料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反之 所以這邊會有個判斷就是 if 這叫is check 不等於yes的話 那當理論上他沒有進來的話 一定沒有更改過的任何東西 那除非說什麼 除非說當他按下什麼 按下了一個三命的動作 那三命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會有一個叫做 隱藏欄位 這個隱藏欄位有沒有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沒有讓你看到 但是他背後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們在那個欄位裡面 會有一個叫隱藏欄位的東西 那這個隱藏欄位的話 他的ID你可以給他叫check 那value的話因為送出的時候 會改變 他原來裡面是沒有任何 沒有check這個變數的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 他就等於有沒有 不等於的話是跑表單 等於的話就跑什麼 跑els els在這裡 反之 那反之做什麼 就是把它填的東西 先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錯誤 有沒有錯誤啦 如果沒有錯誤 沒有任何錯誤的話 因為這邊好像 這邊 els els裡面的話 如果他名字裡面呢 等於空的 也就是他會把他給他一個訊息 名字不能為空的 然後並且他這個 連結到這個功能表 反之的話 就是去做什麼 一樣 去做連結資料庫的動作 裡面的話包含這個 你會發現 似乎相似有沒有 connet 資料表 資料庫 然後語系 差別在哪裡呢 seegle語法 剛剛是slate 現在換成什麼 insert into 有沒有 所以這個insert into的語法 特別注意 這個任何的資料庫 都是用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論說你現在用assess seegle servolocal byseegle 這些都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因為你有加入一些東西 那insert into 哪個table data 然後哪些欄位 1234 你想說什麼少一個 因為那個id部分 他是autoincreement 就是他會自動增號 所以你不需要給他編號 他會自動去加一個編號 所以那一欄你不用去update他 然後values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 這個一定要加空白 values 那就是把什麼 我們上面的田的那個變數 把他丟到這邊來 就是你田的東西 把他丟到這個 這邊來 然後呢 最後讓他去執行 那執行的話呢 這個地方當然有一個多個語法 偶爾 如果說代 這個代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表示什麼 如果 執行了 失敗了 當然這一行喔 有的時候沒有出現啦 不過如果說 常常會用在insert into的地方 為什麼 其實 大部分 查詢沒有問題 不代表說 你insert into一定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的資料表裡面 沒有primary key 沒有主key的話 那你變成唯獨模式 所以特別注意 為什麼我們table裡面 都會增加一個叫什麼 primary key 有沒有這個key啊 因為如果你沒有指定key的話 他將來是會用唯獨模式 來做那個資料表的呈現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沒有key的話 你就沒辦法新增 那當然可能就只能讀 不能寫 因為insert into的話是寫入動作 如果執行失敗 他會跳出來 再把它關閉 就會跳出什麼 新增會員成功 然後有列表出來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三命之後 接到魚 接到之後 那試一下 這個地方 假如說應該第一次進來 那如果說 比如說我今天 叫王XX 這個王XX的 這個人 這個會員 然後電話的話 隨便打一個資料 地址 電話 Email信箱 按下送出 這個時候如果有問題 那當然就出現錯誤 如果沒問題 就直接行增 成功了 OK 那列表 要多一筆 那如果新增 這個空的 送出 名 不回空白 回列表 OK 所以再進來 這個地方不能為空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幫你把它擋住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好了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 第一個就是說 要抓到那個 Check 這個隱藏欄位 好 這個隱藏欄位 至於隱藏欄位 怎麼產生 你們其實可以從那個 Junwego裡面 開一個 這個上面 這邊改成那個 傳統的 這個模式改成傳統 然後呢 在這個面板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 哪一個呢 錶單裡面有沒有 錶單裡面呢 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上面就會有一個 叫隱藏欄位的東西 隱藏欄位 其中一個就是隱藏欄位 給它找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 第三個 那這個隱藏欄位是看不到的 但是可以藉由它傳遞資料 比如說你希望 好 傳一個東西到 下一個網頁 順便帶過去 但是背後使用者不知道 那你可以用那個隱藏欄位 可是隱藏欄位 跳一個OK 但是如果你在跳一個 就不OK了 可能下一個接得到 但是在下下一個 它就接不到了 所以如果說你有這種需求是 傳遞資料 但是只是給下一個 或者是自己呼叫自己 也可以啦 自己呼叫自己也抓得到 那如果說你要 下一個要抓到 下一個也要抓到 每一個都要抓到的話 那就不能用隱藏欄位 就可能需要用到像 Section 有一個物件叫Section物件 這個Section物件 建立之後的話 會跟著那個使用者 比如說像什麼 登錄帳號密碼 會先丟到Section 那這個Section 如果說那個人不使用 一段時間 就會自動登出了 有沒有 就像那個我們 PH MySQL那裡 那 或者用Cookie 不過不建議 因為Cookie的話 它會有那個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且它最大的容量 只有4K 所以現在很多都幾乎 不太用Cookie 用Section的機會 可能比較多 或者用隱藏欄位 也是一個方法 記得在這個地方 第三個隱藏欄位 然後加進來之後 裡面哪一些東西 要特別 比較需要注意的 裡面的話 大概 我這邊 這個可能 有些同學 可能會看不懂 那其實 這個東西 基本上 等同於什麼 等同於這樣寫 一副 一個邏輯 執行什麼事情 Enter 切開來 else 一個邏輯 一個執行什麼東西 那中間這邊 是不是都會 都會切開 對不對 那實際上 它就等同什麼 等同於 這個是邏輯 也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 它會放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有沒有 是放什麼東西 就是放問號 後面的這個東西 那 如果你放在同一行的話 就不用再加什麼 Check等於的 因為我怕 因為上面只要寫一行 下面的話呢 總共要寫五行 所以 當然 相對的 你要怎麼寫會比較精簡 當然 寫上面的會精簡 可是我怕 同學 會看不懂 所以 我就 把這地方呢 再把它 撰寫一下 這邊記得 加結束符號 OK 那 應該懂了意思吧 所以 下面 這個 敘述 等同上面的敘述 那上面的敘述 那上面的敘述 如果這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 那就是把 這個Post過來的東西 Check丟進來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丟怒 所以 底下 我這邊有好幾個都一樣 有沒有 如果Name裡面的話 它不等於Empty Empty 就空的啦 那我就把它丟進去 如果Empty 那我就丟一個怒 避免錯誤 OK 那再來 其他的話 應該就比較好理解 所以 這邊的話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會有這個地方 來 那最後接到 好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做完之後 應該 就會有具備有新增的功能 所以 如果你這邊 沒有做錯的話 那你的 這個 PHP的網頁 就不只是 像 上個禮拜 只有查詢 你上個禮拜 還停留在查詢 就多了一個新增功能 那當然 一般在 MySQL的應用裡面 最多的一定還是 最多的一定是查詢 就把資料查回來嘛 然後 做什麼查詢系統之類的 第二多的應該就是新增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 一筆訂單 或者是一個會員 或者是 一個什麼客戶資料 要新增到 資料表裡面 那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就可以用那個 我們這個 這個方式 那當然一般性就是 如果你沒有填任何資料 那我就 顯示表單 但如果你按送出 你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不呈現表單 我就呈現什麼 就是直接把你輸入了值 判斷一下 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那我就幫你寫到資料庫裡面去了 這樣的話就會多一筆記錄了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不過也有人 會把那個 這個地方寫成兩個 兩個 兩頁 兩個PHP 一個是表單 就獨立一個表單 一個是接收 好像這一頁是二合一啦 實際上你也可以把它拆開來 如果你覺得這種方式 還要用邏輯判斷太麻煩的話 還要用隱藏欄位 太麻煩的話 那你不如怎麼樣 乾脆就把它拆成兩頁啦 一個就是表單的 一個就是 那個直接接收 並且輸入到資料庫 這樣也OK啦